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七百六十五集 太古年间的人族很神秘 他们数量稀少 很少与他族往来 但的确出过无敌的存在 猴子像是陷入了九元的回忆中 慢慢到来 讲述太古往事 将几人的心神都吸引了进去 太古时期的生物 唯有达到极尽境界的无上存在 才为人形 这种形态代表了无敌 是王者的典型特征 但凡遇到各种生灵默不膜拜 然而 莫名出现的人族打破了这一场力 他们一出生就是这个样子 着实惊动了所有种族 起初 其他族类见到这么多人形生物 漠不惶恐 后来得惜这一族无比弱小 才渐渐的释然 有的古老种族大怒 认为这是对太古王的一种羞辱 几乎灭掉所有人类 不过太古生物也并非都是穷凶极恶之辈 也明辩是非 有强大种族出面保住了人类 才得以延续下来 在漫长的岁月中 大地上自然避免不了无数挣扎 各种生物都可能被卷入进去 人族自然也不例外 它们极其稀少 无比弱小 但却有成长空间 出现过 能与九变神残抗衡的无上存在 震动了太古所有种族 至此 人族才有了一席之地 不再被一些种族虎视眈眈 当作食物 吴中天问道 能再具体一些吗 比如说有什么功法 如何修行 它们是如何出现的 大难来临前我太古年幼 所知有限 只知一些简单的东西 它身为太古的王族 但由于过于幼小 对那个时代了解极其有限 大难来临时 它莫名其妙被封 一说也就是 成百上千万年的岁月 人族来历神秘 应该是从狱外而至 猴子说了一些 自己知道的往事 它们的功法很原始 但却威力不凡 太阳真觉 逆化天地治阳 开创显天 治刚治强 可以说非常的可怖 乃是人族太古时代的 古老圣法 果然呢 李黑水感叹 他自圣牙所在的山脉中 得到一块黑色的瘦骨 上面记载有太阳真觉的残法 当时还在讨论过呢 太阳真觉 是人族最古老的圣法之一 古之大帝都有研究过 收到过启发 他们开创古经需要推演万法 涉猎诸经 太阴真觉 逆化天地治阴 与太阳真觉对立 可以说是治阴治强 同为太古人族的圣法 放在如今也是一部古经 人族很神秘 数量很少 没有想到万古后 竟如此繁盛了 压概了其他所有种族 猴子感叹 他对于太古往事 真的知道的不多 甚至对斗战圣元一脉 都知之甚少 他只记得父亲死了 叔叔去了西末 其他都不甚明晓 很模糊 叶凡既然推测 太古的大难 应该是天地变了 不适合生物生存 断绝了修行前路 故此才有了大灭绝 可是 猴子听到后 却摇了摇头 古老的预言成真 才有太古各族的隐退 那时候 猴子还是个幼童 不可能接触到最高的秘心 只知道点滴而已 他成长到现在 是因为在仙坟 其实中早已苏醒过来 修行了多年 才有了这样的成就 而后被叶凡切出来了 太古王族修行到极尽境界 化为人形时被尊为皇 这是叶凡他们第一次听书 过去一直笼统地称为太古王 历代古皇临死前 都如神灵一样 即刻看穿古今未来 留下一些预言 后被一一证实为真 关于这些 猴子没有多说 他也不了解 根本无法讲述太古大难的真相 叶凡他们心中都有遗憾 这可是千古谜团呢 连这个活化石都不能明了 还有谁能知 一些太古种族被封 一些应该去了狱外 猴子摇头不想多说什么了 到底有没有闲哪 李黑水突然问到 几个人都静了下来 全都想知道这个答案 应该有吧 我父亲是一位无敌 天上地下的皇 可惜我出生时 他受缘干枯 没过多久就死了 猴子不到三岁时 他那位威震太古的圣皇老妇 就死去了 除了种族传承外 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 但是他却记住了古皇的一句话 在那最古老的岁月中 应该是有先的 后世却再也不可见了 几人正正出神 连猴子的父亲 那样无敌于太古的皇 都要追溯到最古老的岁月中 那种所谓的最古老 将是怎样的一段时期 曾经发生了什么 有着怎样的往事呢 荒谷禁地 不死山 神须 太出古矿 仙灵这些地方 叶凡他们 重提起七大生命禁区 太古年间没有这么多生命禁区 要少生几个 荒谷禁地 不死山 在太古时未曾闻过 猴子推测 那应该是后来形成的恐怖禁区 堪于以前的绝地并论 甚至超越 太出古狂 那是太古种族的无上圣地 在那逝去的古老岁月中 唯有盖世的太古之皇 才可进入 太古生物的皇 很难形成与人族大帝一样 古往今来没有几个 几大太古王族的人 他们一旦大成 实力的确极度强大 但终究比皇要差上一些 想要成为皇无比的艰难 江淮仁吃惊 你不知道 太出古矿有什么 在那逝去的太古岁月中 唯有几位古皇 以及几大王族之主进去过 都占圣元一族 多半只剩下你自己了 你为圣元一族之主 今后岂不是可以进去 过去这么久的岁月了 按照你们所说 他都已经演化为 七大生命禁区之一了 不成谎 进去肯定会死 他还有一个叔叔在西末呢 大黑狗摸牙咕弄了一句 仙灵 据说是一些仙的灵气 浩大无边寸草不生 血地万里 在太古年间就是生命禁地 太古的几位皇曾经有言 那里是一处藏仙之地 不可接近 不然的话 必死无疑 为天下最凶险地狱 而今无尽岁月过去了 那里终是有了一点生机 血地中长出了不少绝世灵药 可惜没有人敢去采摘 因为连古之圣贤入内 都很难再出来吞噬人的性命 不过 叶右皇说过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未曾见仙视为无仙 太古的皇 超级恐怖 举世无敌 没有什么人可与争锋 无数种族 亿万万生灵 万古岁月中 也只有几人而已 甚至 比人族的古之大地还要少 他们的意见也不是一致的 对于仙的认知大不相同 神须 相传是从另一个世界坠落下来的 猴子的这些话让人震动 神须形成的历史极为久远 根本不可追溯 太古种族中最古老的皇都不能推演其年代 神须这么久远 连大黑狗都倒吸冷气 神须中却有南天门 天宫等震撼人心的遗迹 处理成百上千万年而不朽 根本非人力所能保存 真的还有一个浩大而神秘的仙界不成吗 叶凡粗眉 在他看来 这个世界的修饰 堪与神话传说中的仙人媲美 如果还有另外一个神秘的世界 真不知道那里有怎样的一群人 不过他一直在怀疑 不认为仙真的存在 古之大帝当时极显境界了 虽见过九龙拉关 但那多半是圣人级的蛟龙 而非仙灵